委内瑞拉经济崩盘 公车消失 改搭狗车 委内瑞拉民众面对不复存在的交通系统 只好选搭危险及非法的交通工具出入 两年前委内瑞拉的客车数量 至少有28万辆 但如今由于零件昂贵 或不可用而逐渐消失 大众运输缺乏 95%的公车、汽车和出租车不再上路 反之 居民只好仰赖超过15万台 未经许可的狗车出入 这种替代的运输方式 通常是以卡车或货车载客 乘客必须自己挤上车 并且站在车台上 被称为狗车 是因为其狭窄和不安全性 光是今年就已经造成39人死亡 275人受伤 居民非常清楚搭乘狗车的风险 但由于政府发展缓慢 他们没有选择 别忘了 我们晚上8点还有今天的精选汇报哦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